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天主的恩宠 我不仅进了天主教大学 还住进了神学院宿舍 天天和神父修女修饰在一起 小迷途都难 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 这是人生信仰旅程的第二个门槛 社会是个大燃钢 大学刚毕业又忙于找工作找住处 忙于世俗就会忽略了心灵 又没有人墙逼着到唐区报道 大半教友就这么迷失了 其实也不是迷失 而是根本就没想到要回头找到羊站 我大学毕业后也迷失了一年多 有一天 图偶遇大学好友 才参加了生活团 又回到信仰的正轨 再加上我遇到了另一半 他可是比我虔诚多了 身边朋友更是基督徒居多 让我想再迷途也难 这又是上主赐给我的恩宠 有朋友问我 信仰应该是我们对天主的回应 不应受到人的影响 如果因为某人才来教堂 或是因为某人不去教堂 这个信德是否太软弱了 我们生活在人世间 无法自觉于社会 受到社会影响是很自然的事 受到寄人的影响 也是能想象得到的 如果不进辅仁大学 很难想象我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不进驻神学院 我绝对不会和教会如此亲密 因为某人我们进了教会 这有何不可 这也可能是天主借着某人 给我们的恩宠 寄人如果给了我们正能量 何妨笑纳 但如果既能给了我们负能量 我们就必须审慎明辩了 接受正能量容易 拒绝负能量就不容易了 天主教基本信仰 相信我并不缺少 但我始终不认为我有多大的信德 正负能量如果旗帜显明的出现 那反而好办 相信没有人会拒绝天主的恩宠 但这些外在影响偏偏是含混的 随波逐流而不自知 如果知道自己迷途必会知返 就怕如喝醉酒一般 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喝醉了 深夜反省 如果我在随波中没有天主祝佑 那么我被世俗淹没 也毫不奇怪 因为某人我们去教堂 这并不需要愧疚 如果因为某人我们不去教堂 那反而要反省了 就我所知 大部分的人都是换个教堂 并没有不去教堂 天主的旨意是奇妙的 许多我们世人认为好的事情 结果并不如人意 许多我们世人认为不好的事情 结果天主却把它引领往好的方面走 小信德 过去我总认为是一个贬义词 几乎等于是没有信德 可是马头福音第十七章记载 门徒们治不好一个患癫痫病的小孩 被人告到了耶稣跟前 耶稣教训门徒说 假如你们有像戒指那么大的信德 你们像这座山说 从这边移到那边去 他必会移过去的 为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 耶稣还教训门徒说 不要关注自己所缺乏的 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小信德 来宣扬福音 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是个小信德的人 没想到小信德也是信德 小信德也能传扬福音 过去我太在意自己信德不够 根基不好 畏首畏尾 错过了很多因为主做的事情 这也正是耶稣教训我们 不要关注自己所缺乏的 即便是小信德 也能为主做事 以上文章的标题 小信德 文章作者朱志成 曾发表于 野生2017年1月期刊 我是郑造星 感谢您的收看 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